長榮空服罷工進入第八天 勞動部昨天透露 勞資雙方曾在上週六私下碰面 針對八項訴求交換意見 但因雙方互信不足最後都沒簽字 目前長榮資方采用恩惠病實策略 對工會寄棍子對空服遞落波 明顯是想透過分化手法 弱化外部工會力量 好 我們希望啦 我們的孩子都可以回家 家永遠就是你的避風港 不管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不管之前大家要爭執 回來一切從頭開始 這個工會只准大家上車 不准大家下車 我們覺得這樣的行為 跟這樣的方式 我們非常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這邊要在 這邊鄭重的提醒工會 你是一個工會 你不是一個黑幫 仇資此次協商過程官員分析 強榮空服罷工參與者可分為三類 秘書 幹部以及會員 主導協商步調 決策者 以工會秘書為主 工會提出的八大訴求 也因為三者身分角色不同 期望訴求的重點也不一樣 靜大便車與勞工董事 是秘書最想爭取的 會務工價則是幹部最想要的 但對一般會員來說 最直接相關的訴求 應是提高日資費 該官員認為靜大便車條款 與勞工董事這兩項訴求 是資方不可跨越的紅線 過去24條界也一直在這些項目上卡關 不過由於有部分空服員要求取回三保 讓工會態度逐漸惹化做出讓步 出現協商破口 工會也接受公司的提議 不在薪酬上做差別待遇 但希望公司能夠具體的提出 能夠促進工會團結的替代方案 第二個部分是在勞工參與治理的部分 我們接受公司提供的 每月勞資會議 每季的董事長總經理會議 以及每半年進行的 對於組員的一些民生 例如說分表 服務流程等等的檢討會議 但是官員指出 子方猶新倘若長榮空服員 以罷工手段敞到甜頭 未來地勤維修也會跟進 後患無窮 當子方心意已決要阻止 外部工會勢力介入時 即使工會提出新版本對案 恐怕長榮公司也不會買單 老燕 怎麼能不看蘋果台 蘋果台全新上線 6月18日參考看看